我原本是一個子宮內膜異味所造成的一個不孕症 來練功以後呢 因為壓力的解除身體的放鬆 所以我自然受孕 那時候主要是憂鬱症 心情極度的低落 然後職場上也遇到瓶頸 非常緊張 我從禮拜天下午就開始非常緊張 禮拜一要上班 很怕去面對主管 去看中醫 他說你為什麼那麼緊張 可是也說不出所有人來 就是那麼緊張 就是放 柏華放鬆 那壓力一直累積 再加上那個家庭的壓力 兩頭燒 所以整個人是幾乎搖搖欲墜 91年3月到現在 是我一個同事 他已經練了半年 然後他最大的改變是 他是痛風 然後他從練功以後呢 他從來不請假 他以前每次請假 我是他的職業代理人 那我就很好奇他為什麼 這半年來都不用請假 而且他那個對人為人處事的一個情緒的穩定呢 讓你覺得這個人變了 那我心裡想他都已經四五十歲的一個人 那他都還能改變 那我有什麼不能改變 其實我練功的出發心是 是讓我心情變好而已 那附加價值是 我又賺到健康 我原本是一個 子宮內膜異味所造成的一個不孕症 來練功以後呢 因為壓力的解除 身體的放鬆 所以我自然受孕 我本身呢 正處於那個 骨質疏鬆症狀態 連走路爬樓梯 都有狀況的一個人 然後 又面臨懷孕 那我很肯定的是說 我那時候是吃素 我進去是乾淨的 那我練功 我又把它運化 又提升 生產過程呢 在那個一吸一吐之間呢 一口氣半就 順利的產下一個胎兒 我雖然是高齡產婦 可是他的發育是非常正常 其實我沒有想到說我會好 我也可以很順利的 產下一個健康的寶寶 可是在一個練功的過程 就是每天很開心的來練功 很開心的回去 然後無形中呢 竟然把自己的毛病呢 也練好了 因為我本身是子宮內膜異味症 醫生有告訴我說 更年期的時候 一定要適時的補充女性荷爾蒙 可是呢 我本身又有那個 骨質中症 那我這兩個病症 它其實是衝突的 那後來練功以後呢 其實這些問題通通沒有 它自然達到了一個協調跟平衡 在我身上已經看不到這兩個病 所引起的一個衝突跟矛盾 完全是處在一個平衡的狀態 然後身體呢 越來越好 精神也越來越愉快 就會讓你覺得人生活著 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師傅的心法裡面 我是覺得 有一句話就是說 努力可以白費 但是不能沒有 為人處事方面呢 主要是 對人的一種寬心耐心 還有橫心 那這些力量的一個來源 其實來自於平日的一個鍛鍊 那我覺得很開心的是說 我每個禮拜到台中道行練功 他給我一股堅持下去的一個力量 讓我可以持續的練功 持續的吃素 然後由外而內一直練到 我也可以出來 站出來幫助別人 我覺得最大的收益 應該不是我去幫助多少人 而是我自己感受到他的好 跟我自己的進步